首先我要感謝台灣人民 我們共同用選票 讓台灣的民主進程再往前走 共同寫下歷史的遺言 我也要特別感謝蔡英文總統的帶領 自信勇敢的步伐 讓我們台灣成為世界的關鍵制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我也要特別恭喜 賴清德總統 蕭美齊副總統 接下來的四年 也會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 跟兩岸局勢 我相信 面對的挑戰 不會更少 只會更多 這也代表著 我們代總統的責任 更加的艱鉅 我要特別感謝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共同的支持 讓我們民進黨的巴西立委 全部當選 我跟巴西的民進黨立委 我們會更謙虛的 更努力的傾聽民意 推動高雄 能夠成為世界的高雄 但是最重要的 你當然要 能夠成為世界分辨 太之一 感谢观看